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许多多的喜乐 而且脸上充满了微笑 不时地称赞这病人的合作 而且你也很欣赏我们中国人这个非常优美的中国文化 常常地鼓励病人 每一天都是好的 而且也告诉对方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对这些事情我相信都表示出你是一位基督徒 没有错 这位护士的确在他言行举止当中 都带着基督徒满满的记号 我相信神的仆人也是有许多的记号 让周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他是从神而来的仆人 是侍奉神的人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神的仆人 事实上我们也都被呼召成为神的仆人 那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 洋溢出 散发出这些非常特别的记号呢 我们今天将来看一段的经文 乃是在更多后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节 继续我们更多后书系列的学习 在更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同时来念一下 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 这是保罗对格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勉 我们一起来念更多后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 来 我们与神同工了 也劝你们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印语了你 在拯救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几分被人毁谤 当我们蒙受神救赎的恩典之后 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 不可屠受神的恩典 最主要原因因为他引用了 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讲说 目前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神乐意把他的恩典分散给所有 有信心的人 让他们借着耶稣基督 能够得着这个奇妙的恩典 所以他哪要我们每一个人 既然蒙受这恩典 在这恩典时代当中 成为神的仆人 把这恩典快快地传开 不要屠受神的恩典 那在这个成为神的用人 神的仆人当中 保罗在这几节经文当中 将要继续谈到许许多的记号 这些记号 我把它基本上分成两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就是 消极性的一个记号 第二个大类就是一个 积极性的一个记号 那从这三节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了一个 消极性的一个记号 在这里第三节提到说 这个记号乃是我们凡事 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个职份 被神所呼召 成为他仆人这个职份 被人所毁谤 那什么叫做凡事 都不叫人有妨碍呢 这妨碍的字眼 原文就是半岛人 就是好像把石头 摆在瞎子的面前 然后瞎子就半岛了 这种叫半岛人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成为神仆人 应当有个记号 就是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 都不会半岛人 都不会亏损福音的传递 都不会亏损福音的传递 那怎么能够不半岛人呢 那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个 那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 应当要清楚明白 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 应当是清楚明白 有一些的人 他们信主了三年五年七年 可是他们对福音的内容 信息仍然是一知半解 不清不楚 讲也讲不清楚 说也说不明白 每次一遇到旁边 有人讲说 我想要信主的时候 他们就很快地 赶快去找团企的辅导 找长老 找牧师 然后来帮他来讲福音 因为他讲不清楚 他也不太了解福音的内容 假如你是这些人的话 我盼望当我们教会来举办 个人谈道的培训的时候 请你务必来参加 但在这时候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事先了解 我们福音的信息 一个四个大的注释 四个大的注释 让我们记住不要忘记 这福音的四个大的注释 我们的福音 我们所传讲的福音 第一个注释 那就是恩典 我们的得救 全是神的恩典 完全不靠行为 我们的得救 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这是第一个注释 恩典 第二个注释 是我们得着这恩典 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得着 我们只要信靠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这是第二个注释 第三个注释 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乃是耶稣 不是其他的人 乃是耶稣 我们信心的对象 乃是耶稣 因为他为我们的罪 定时在实际上 承担我们 所有一切的罪在 所有一切的刑法 好让我们在他里头 得着这个恩典 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 是耶稣 然后最后一个注释 乃是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称义 这个称义是 完全的称义 在基督里头 我们没有一个人 会被定罪 是百分之一百的 被称为义人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当我们谈福音的时候 请我们记住 这四个大的注释 我们的得救 完全是神的恩典 这恩典是 透过我们的信心来得着 那我们的信心的对象 是耶稣 然后耶稣 是我们完全的称义 这是不能够妥协 也不能够含糊的 福音基本的内容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讲得清楚明白 我们就不会半导人 不会使人受到亏损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要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有的记号 那就是我们传的福音 要很清楚明白 第二个 既然我们是神的仆人 那我们就是信财 就是传信息的人 那我们的传信息的人 我们的道德应当是真实无为 我们的道德应当真实无为 这并不是说你我不会犯罪 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 包括基督徒 但在这里所讲的真实无为 乃是指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跌倒犯过错的时候 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应当有信心 靠着主的宝血 到神的面上去 向神认罪 向冒犯的人来认罪 离弃我们的恶行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